国务院法治办公室昨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宋审稿公开征求意见 宋审稿规定对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 宋审稿强化了对婴幼儿配方食品的监管 提出了不得以委托贴牌分装的方式生产婴幼儿配方食品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宋审稿从落实监管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成果 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强化地方政府责任落实 创新监管机制方式 完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六个方面 对现行法律做了修改和补充 为强化对婴幼儿配方食品的严格监管 宋审稿提出 国家对婴幼儿配方食品实行严格监督管理 食品生产企业生产婴幼儿配方食品 应当将生产原料、产品配方及标签等 向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不得以委托、贴牌、分装方式 生产婴幼儿配方食品 宋审稿明确 家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 将非法添加等严重危害 食品安全的行为罚款额度 由原法中5至10倍罚款 提高到15至30倍 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承担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工作的技术机构 技术人员出具虚假监测评估报告的 依法对技术机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技术人员 给予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有关单位和各界人士 可登陆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 以信函和电子邮件等方式 对征求意见稿提出意见 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 2013年11月29日